日本著名演員高田敦子哥仔 22歲高田玉泰入行4年 常常被網民借工作逢止對女藝人抽水 近來在群馬園拍戲的他 昨天凌晨還涉嫌在入住的酒店 性侵一個40多歲的女職員被警察拘捕 試完高田入住酒店之後 叫40多歲的女職員拿牙刷去他的房間 職員上訪之後高田把女職員壓在床上撕捕 據了解受害女職員被性侵之後手指還受傷 在凌晨3點多再找男性朋友代為報警 警方在酒店將高田拘捕之後 高田還向警方說見到女性就控制不住欲望 其實高田曾經在公開場合講過自己性慾旺盛 而性侵消息一出 電視台都立即將他的演出片抽起來了 時新聞傳播都可以提到的